有线电视频道转来转去都是固定这几台 几乎十几年没变 频道常年被垄断下 播出的节目品质也越来越差 为了打破万年频道表的不合理状况 去年五月立法院交通委员会通过决议 要求NCC督导业者将频道依照属性 重新大区块排列 但一年半过去了NCC毫无作为 我在去年五月十三号就提出来 那本委员会也结议要求NCC六个月内解决 现在过了一年半了 还是没有动 这个我没有听到你们说明 我想这个态度上要改变一下 没有没有 大家就事论事 我在这里都是公开讲 万年频道表跟依收书立分认 谈了又谈都是老问题 那我今天要严肃来讲一个NCC不作为的状况 NCC要动起来比我们修宪还难 都进入数位汇流时代了 NCC的效率还停留在类比时代 立委看不下去决定主动出击 提出有线电视广播法第29条的新增条文 系统业者应该依频道类型分为5到10个区块 同类型的频道置于同一区块播送 频道位置之规划及变更 中央主管机关不得拒绝许可 要让毫无作为的NCC不能再干预观众选择收看频道的自由 我们有线电视的户数连续16季下滑 那今年的第三季来到476万户的新低 就是因为我们的频道上下制的制度非常僵化 8月这么报告的三个决议 NCC看到到现在又过了三个月 我们希望说主委 在一个月两个月之内赶快把它完成 否则我们希望说换一个有魄力 肯改革的主委 方案来讲的话 比如说我们专家咨询或者是各界的那个公聘会 我们大概明年三半年 这个部分会密集去进行 三半年 你讲个缺缺时间 三半年大概六月以前 面对立委质疑NCC再开支票 明年六月前会有规划方案出炉 指示主管单位一拖再拖 让有线电视频道持续上演 劣币驱逐良币的情形 好的业者受到排挤 冲击国内影视产业发展外 跟严重损害广大乐听大众的收视权益 欢迎新闻综合报道 从铜板市民经济 到国际贸易布局 看见新东协节目 感谢您长期的支持 现在我们全新改版 延长为一个小时 华语新闻台 看见新东协 带您更深入探讨 东协商情与正经发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